我們下一位講者是Isabel Hull 她是如果你常去大宋的話一定認識她 因為她是舊宋團的成員 她也是台灣參與open source相關的這些活動 少數的法律人之一 她是一個資深的律師 也做很多information technology 跟智慧財產權相關的案件 今天她要跟我們分享的是說一說法律故事 G0V社群的法律故事 公民科技中的法律議題 然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些G0V裡面的一些法律故事 我們知道就是公民科技社群open source這些 而且他們其實用了一些制度裡面的 如果剛剛聽Kino的話 就是制度裡面 不是去改變制度 其實我們發生制度裡面 有一些東西我們可以去 tweak它 稍微去彎它一下 然後讓這個制度可以讓我們去做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在我們漸漸的做這些公民科技事情的過程中 可能這些制度也發現說 或許他們有一些可以改變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能公民科技也可以漸漸去影響法律發展 那在這個talk裡面 Isabel會去盤點一些過去在公民科技 曾經發生的一些法律議題 然後可能從這裡面找出一些 我們未來可能會需要著重的公民科技跟法律 跟制度會去交錯的一些點 好 大家好 我是Isabel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公民科技中的法律環節 然後說一下關於G0V的法律故事 聽說今天有些人來是想要聽一些八卦 那我要先說這裡完全沒有任何八卦可以聽 所以要聽八卦的就可以先離席 因為基於那個律師的倫理 我把所有的八卦都已經抽象化成為一些原則了 所以沒有辦法聽到實際上的事實 會非常的正向光明而且不心三色 好 那我為什麼會講到想要講這個題目呢 其實是我在今年7月的時候 我到喬治亞跟阿端他們一起去參加UGP的會議 那其實是第一次我到國外去就是參與有關 以G0V參與者的身份去跟國外的朋友做交流 那在那裡我遇到一位從蒙古來的女士 那她問了我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跟她換名片 然後她看到這個就這張名片 她就非常非常的興奮 跟我說我知道這個 I know this 然後接下來就問我說 但是What is it 我真的當場非常的驚訝 我想說G0V真的非常有名耶 竟然聲明遠播到蒙古去 然後同時以她的眼神中 我看得出來她認為 這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做了一些好像蠻新 然後蠻偉大 蠻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她問我說這個是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她對我們的想像 大概是像這張圖一樣 是一個非常有 有非常經典 然後非常有組織架構 然後層次很分明的一個結構 可是呢 你知道我們其實不是長得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組織或是非組織 我們比較像是這樣 就是一群人不知道為什麼聚集在一起這樣子 那所以回過頭來我就想 如果從我一個法律人的觀點 我要怎麼來描述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的這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然後我也重新 從頭去開始想一些 法律觀點上非常根本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 G0V成績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我其實每天都在處理類似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人家要設公司 或是說 會有人來問我說 這個是不是有法律依據可以做 那G0V成績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你知道大家如果要成績公司的話 要依據公司法的規定辦嗎 那如果要成績基金會的話 也有相關民法上或是人民團體 協會的話 會有人民團體法的上面的依據可以做 那G0V成績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在場有念法律的人嗎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順你 沒有法律依據耶 我的天哪 那我們是非法團體了 其實我記得我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有人很興奮的跟我說 我們是非法團體耶 對 可是我覺得啊 其實我們不是非法團體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是團體 這是我打算如果有一天 我們來被問說 為什麼你們沒有依人團法成立團體的時候 我準備的答辯是 我們根本不是團體 但G0V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在我的觀點來看 G0V是一群人 然後這些人是流動的 G0V是一些圓碼和文件 然後這幾年我發現 G0V發展出了一種方法 然後到今天早上我發現 喔原來我們是一個網絡 那我想在今天的短講裡面分享的是 究竟我們在法律環節上 是如何去支撐這個網絡 我一直走到現在的 好 那是怎麼 就是在外在的環境上 還有我們內部的各種規則上面 我們是怎麼去 在法律上是怎麼去做 怎麼去選擇 然後能夠使這個團體最後 走到現在這個狀態 好 那我其實可以先講結論 就是我們的原則是 法律上的原則是做越少越好 然後法律人出聲音的那個機會 越少越好 這樣子大家都會做得非常愉快 好 然後呢 好 大家都知道那個生命有三 就是有生命三要素 是什麼 陽光 空氣 水 對 那我覺得在我的思考裡面 GDNV的能夠存在在法律上也有三個要素 那這個其實跟制度上在這 從2000年之後的一些變化有關係 那我覺得在法律上 因為open source的運動還有CC授權 所以它改變了原來著作權 傳統體系下著作權的觀念 所以我們在法律制度上出現了有CC授權 然後有open source授權 因為開放分享的這個觀念 長出來了它改變了原來的法律制度 那另外就是在政府資料上面 也開始出現有開放政府 開放資料的這些觀念還有一些做法 所以我覺得對GDNV來講 他在法律上的生命三要素是CC授權 開放原始法授權還有開放資料 這三件事情 那因為有這三件事情在 我們在GDNV之後出現了第一份 類似法律的文件 它不是有法律效率的東西 但是我認為它是一個社群中的 共識被寫下來的一個文件 是臨時政府宣言 可是他說GDNV是一個打造 資訊透明化的社群 來自四方言論自由自主參與 去中心化實現流動民主 這個到現在都還在我們的 GDNV的TW的網站上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從三個部分來討論 在GDNV裡面 我們是法律上是怎麼做的 第一個成員 GDNV的成員是怎麼樣 基本上是這樣 不分男女老幼地分東西南北 我記得今天早上有一位職工 非常的年輕 那其實在黑客生活場合裡面 你就會看到有很年輕 也有年紀很大的 從四面八方來 那其實所以其實沒有人 有資格不服的事情 就是它是一個沒有社群組織的 沒有資格限制的一個地方 你隨時都可以來 所以這樣沒有資格限制的結果就是 有很多人 就來了很多人 我其實不知道到底到目前為止 曾經參與過GDNV活動的 或是會認為自己是GDNV參與者的人有多少 但是真的非常多 那既然有很多人 接下來就會有組織的問題 那組織是怎麼樣的組織 我在國外又被問到說 你們是一個基金會嗎 還是一個什麼公司或是社會企業之類的 這是一般公司的組織 就是它會有分門別類 然後各種就是有科程 然後有各種任務的組織在 那GDNV的組織顯然不是長這樣嗎 因為我們是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大概沒辦法做到像那樣子 所以呢我覺得GDNV的組織 這個是什麼圖有人知道嗎 這是什麼 蛤 對 沒錯 就是預算式結合化呈現的結果 我因為不太畫圖我就把它拿來用了 對 因為我真的不會畫圖 然後呢我覺得這是GDNV的一個組織圖 每一個圈圈可能是有不同任務 比如說食物組 食物組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組 對 我覺得它是GDNV支撐GDNV走到現在的重要工程 然後另外就是其實有OCM 它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它在幫我們處理很多支援 就是logistic上面 比如說在公司裡面的話 就是類似總務或是會計這樣的事情 好 那另外就是還有贊助人 因為我們食物也不是從天而降的 對 所以我們也需要很多贊助人 那其他的圈圈我想大家可以自己想像 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功能性的團體 功能性的工作群組在裡面 那再來那這些不同的圈圈裡面 大家是怎麼互動的 我們互動裡面我們有一些規定嗎 就是我們有簽 彼此之間好像也沒有簽什麼契約 或是什麼員工守則之類這樣子 一般在組織裡面你會看到的規章 那究竟我們是怎麼互動的 我非常喜歡這張圖 我覺得這個充分講了那個 就是裡面一副互動的精神 是一個佛系的互動組織 就是沒有人寫控沒有人測試 沒有人部署沒有人營運 食物到了自然會運作 好像這樣講起來 好像我們其實彼此之間都 非常的自由非常的隨性 你想要怎樣都可以 但是很抱歉其實並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還是有活動守則 大家有看今天發的那一本大會手冊嗎 沒有人翻喔 那我要來翻一下 因為我覺得身為社群的內建律師 我覺得非常的欣慰 就是在第一頁我們有寫這個 社群守則 基本上就是從這一頁的內容 基本上就是在這裡面的簡短版 那其實我們還是需要一些 一些簡單的守則 但是這是一個極簡主義的規範 那除了活動的守則以外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在網頁上 為什麼網頁上呈現的資訊是那樣的 什麼樣的東西或是專案可以跑到 G0V的網頁上 有人知道嗎 我覺得很少人知道這個東西 叫做G0V網頁申請規範 這個其實有運作一段時間 然後其實他有訂一些規定 然後這是誰規定的 有人知道嗎 來一把講一下 就是申請的網頁 是 然後後來就開放網頁 是 對 是 所以一開始是友善的獨裁者 他申請了這個網頁 然後有人申請他就給 然後最後是開放討論 然後讓大家去有一個規範可以申請 對 然後他其實他規範的內容 就是在G0V.TW下面的 那G0V.TW的擁有人是誰 就是村長 那其實在哪裡 他有在這嗎 是 在那裡 好 好 那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一些 經過討論的運作的規則在的 那 還有 我們再來講一下 爭端解決 萬一有出現一些爭議的話 要怎麼辦 有沒有出現爭議過 有啊 對啊 但不能講八卦是吧 然後 其實是這樣啦 因為我記性不好 所以我沒有辦法描述人 那個確切的人事物 但是呢 我有歸納出一個原則 就是叫坑主原則 基本上呢 其實跟剛剛 KIPA講的 友善的獨裁者是有點像的 就是當你要真的發生爭議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坑的坑主 可能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 他們會決定要怎麼去接受解決這個吵架的結果 譬如說他可能會有人送patch他要收或不收 那其實這個是坑主可以決定的 那我們大概運作規則是這樣 那講到這裡大家會不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就是我們不是說沒有人嗎 不是說去中心化嗎 那為什麼還有坑主原則或是友善獨裁者的出現 沒辦法事情就是這樣喔 我覺得我們就是 我們其實是從去中心化 已經走到了一個多中心的狀態 就是說沒有中心 其實沒有事情可以解決 所以我們變成了一個一個的節點和工作小組 我覺得有點像這張圖的狀態 比如說這個可能是真的假的 的那個工作project 比如說這個可能是V台灣 那這裡可能是糾松團 那後面有一些小高塔 那個可能就是別的project 那我覺得我們的狀態是類似這樣子 彼此有互動其實 但是還是有比較緊密的組織在的 那在那幾個組織裡面 我覺得我們的成員的限制 就未必是那麼開放不受限制的 那組織也會有一些不同的組織 比如說糾松團會有他自己的決議的方式 然後成員之間的互動 其實也會有不同的互動 那基本上在每一個工作小組裡面 他們都自由去發展 那你可能是以坑或是以專案來說 就是他們會有各個不同的發展 那另外我想再講的是 就是我對於Jelly Me的參與者的 就是他們角色上其實有一些轉變 我們原來都是就是來吃飯嘛 不是來吃飯我想說 來吃披薩和炸雞 然後順便聊聊天寫點code和文件這樣子 那漸漸的其實因為有講助金的出現 我覺得有些參與者 他的角色變成了獨立工作者 這跟剛剛那個Andrew講到的 講助金的方式也其實非常類似 所以我們後來我們就有了工林科技創新講助金的實施細則 那這裡面有更仔細的一些規範在 那再來我想分享的是 其實跟剛剛上一場剛剛講的那個Portotype Fund的經驗很類似 我覺得我們發展出了一種特別的非典型的承攬關係 就是在一般的承攬關係裡面呢 我們可能是業主外包 然後你就照業主的說做 然後如果做錯了你就要被罰錢 delay了也要被罰錢 好 那不能隨便解約 可是我有處理一些我們在講助金或是其他贊助夥伴 一些類似承攬關係的合約裡面 我發現我們的關係裡面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是協力不是外包 是大家一起做的觀念 即便你是出錢的人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不只出錢而已 你還是出一點其他的力氣這樣 那另外就是坑怎麼掌坑主決定 那個其實我覺得是貫徹坑主主義這件事 坑主原則這件事 然後最重要的我覺得是提前退場不就責 就是如果你做錯如果沒做出來沒做好 或是真的做不下去了 沒關係反正我們都是試一試 這樣的結果 這個精神跟一般我在處理 所有的承攬關係或是政府補助外 是完全不一樣的精神 但我要說這一種做法 一開始我在寫合約的時候覺得非常不安 我覺得我對不起我的業 我覺得我對不起業主 就是可能居零皮或是獎助金的 但後來我發現這其實是可能是能讓我們 運作下去的一種制度上的設計 是非常不一樣的做法 那所以呢其實均零皮會有一個影響 是它產生一種協力不是對抗的契約關係 好 那再來我要再講一下關於外部關係上 我們也有對均零皮也有對外部的法律關係 有一些規範 有一些影響就是政治先進專案 我是不是剩下兩分鐘還是三分鐘 啊一分鐘 好 那我只能很快的講下去 就是我們對政治現金的有影響到政治現金的第二十條規定 那其實這個修法之後大概在年底的時候 會有一個新的網站出來 那其實這個網站的結果也會影響我們 我們未來有關相關專案的參與 所以就會有一個循環在 就是我們去改變了法律規範後 法律規範改變的結果就會影響我們的社會參與的程度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我 我非常認同Eason早上講的 我們需要一些反抗 那我覺得我們在做其實是一個小小的革命 那其實歸納我們的精神其實是 這是什麼 自由平等社群 我覺得這是G0V的大家共同的協定 就是說沒有人 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沒有參與的自主權 然後不管你是從哪裡來 你的地位是不是有差別 只考慮每個人對專案做出了貢獻 那最後是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把社群放在裡面 去尊重別人 那我在做未來任何 我想我們在未來做任何關於制度上 制度上或法律上或是契約上的考慮的時候 都必須把這些原則和精神放在裡面 才能讓我們這一個社群走得更遠更長 好 謝謝大家 謝謝